去过不丹就知道快乐很简单 今次跟着慈善组织点滴是生命踩上不丹山脈 由2700米登上4200米 在雪地上湖泊森林里露营 四日三夜经历过风雪甚至落坡 天气无常但是更加学识之中 珍惜一抹蓝天一个暖水袋的快乐 点滴善行在不丹 带各位善心人士去到神秘的不丹里面 身体力行地走60公里 为中国甘肃省缺水的农民筹建水吧 来到2700米的集合点 除行人之外 还有10只左右的女仔和马仔 出发的时候好好当当 十分安心 越行越高 山脚的村落已经消失 远处出现铺雪的山峰 去到4200米 路开始平坦 眼前的美景就像天堂一样 在阳光之下 吃完早餐再继续出发 前往3900米的湖边 12公里的路 又上又下 连呼吸都要有方法 3点多我们去到湖边 去到不够10分钟 天就开始下冰箔 看着冰箔坤 心里便为前一天的好天气感恩 大自然喜怒无常 3、4月本来是不单的旅游柜 应该是天亮气清 但是这一天就刮起大风,在风和云里暴行 就好像在雪山探险的纪录片一样,又冬又难行 山路上铺着厚厚的雪,高高为迎 不单这个神话国道,当然还有更多神秘的景点 记得留意明天的一周plus